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Gio哥 今天Gio哥打开平台又看见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那就是郭美美同学 他在2019年放出来以后,没过几个月,居然又被抓了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时郭美美在平台上是非常红的一个人物 那他应该算是网红P主一类的 就是和凤姐,比凤姐晚一点,对吧 然后那批人感觉什么郭美美马诺啊 什么《非诚勿扰》那帮 郭美美好像还没有马诺 就是那个宁可坐在宝马里哭 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人 那我想通过这个问题,我想聊一聊什么呢 就是聊一聊很多同学们 就是网友们觉得最近就是社会啊 世风日下 其实我觉得和这些人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明白吗 那我不想在这边说什么道德啊 人格啊去抨击他们 那我想只想跟大家说一句 就是网络如果是个公共平台的话 那这些人的行为就相当于在公共场所拉屎 对吧那这次郭美美他又进去了以后呢 那我想说说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这次回国以后啊 我觉得其实中国就是很多人说 最近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人就是挣钱都说觉得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事 那我由于啊没有真正去从过商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机会主义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我不去度过多的这个去做这个评论 但是我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郭美美这次为什么他会进去呢 因为他贩卖了这个假的减肥药品 对吧减肥药 对吧就是忽悠忽悠应该也算是一种机会 机会主义吧那我们比如打个比方说 我记得早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有电视广告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能记得什么 送礼就送脑白金 哎突然一下脑白金没了 就是那个时候吃都会聪明啊 反正就是啊各种有用 对吧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一个 啊一个案例吧 那郭美美我觉得就是说在时隔这么多年 然后想通过他的人气还在去贩卖这种啊 并不合格的产品 其实我觉得他在第一次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并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啊总结他上一次失败的原因 或者上一次入役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啊我在新西兰生活这么多年 我们都知道新西兰啊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山好水好无聊 因为啊新西兰的工资还还可以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去想什么发财啊 来快钱的事情 懂吗 就是你上一份班 然后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那种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 对吧 那而中国的话就是说像机械人去买机械产品的话 他很可能是瞬间就会啊达到一定的个人财富这个目标 但是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中国的环境其实也是在变化啊 随着这个商业行这个行为的越来越频繁 对吧 那其实国家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大大的在抓这种机会主义的这种啊 怎么说呢 这种机会主义的这种尝试着去钻机会主义啊 漏洞的这些人 对吧 因为啊要知道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在想在这个制造业上更增加一个平台 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利用这种啊利用这种机会去发家致富的话 其实我们恰恰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去断送了将来 明白吗 那我觉得啊如果在一个非常有信用的一个环境下 那我们每一个人做事都是啊事半功倍的 对吧 那沟通的成本会降低 对吧 你比如说像购物啊 我在新西兰购物的时候 我在任何一个小店我购物 我都不用去担心买到假货 对吧 那其实现在我在国内购物的话 我妈妈也开始觉得好了很多 对吧 比如说啊到处都是一些比较有信用的便利店啊 你去那边买基本上都没有假货或者货品的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但是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像郭妹妹她出来了以后 她还在想着这种啊 偷鸡取巧的方法 其实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真的非常想送给她 There is no shortcut to the success 就是你永远不要想着走捷径去获得成功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 Peace 谢谢大家